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怀旧的氛围坐在牧师的船上是特别的开心 好像是到了一百多年前美国的淘金时代 这边吃我们现在这个套餐只是两千多日币 你知道可以吃到这边最好的净姜油 还配了一个沙拉 一个饭 一个汤 但是在如果吃神父或者是松百花 是根本没有办法吃到这个价位的 好吃 真的超级滑 很有层次感 因为它沙是脆脆的 它的沙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是焦糖做的 乌龟为什么那么长寿呢 归和延连 是因为它们的心跳很慢 动作很缓慢 很懂得慢活 新冠之后 这个国家的观光入籍人数履畅新高 超约了疫情之前 上一集我们去了古早的日本 去了京都巡宋 赖良巡堂 关西地区的一府四县 这一集我们轻松一点 去比较先进的日本 去看疫情之后 另外的一府四县有什么新的发展 在半个世纪之前 这里曾经是世界的中心 这里是大阪的新世界 在当时1970年的时候 大阪曾经举办一个 全世界最成功的万国博览会 当时吸引了六千四百万的观众入场 而当时最旺的地区就是这里 新世界这里 这边你欣赏到的风格 大概都是昭和时年代的建筑风格 当然现在游客来到大阪 这里已经不是游客的首选了 大部分的游客第一个首选 肯定是新栽桥或者是梅田 所以这个区慢慢开始积没下来了 但是当时的新世界 就是人潮涌涌的地方 而且还有这里的地标 就是我后面的这一个通天阁 欣赏通天阁有三种方法 如果从地面看的话 你感觉到好像很有昭和年代的氛围 你也可以坐电梯 坐到顶楼 欣赏整个大阪市的风景 当然还有第三种方法 就是在疫情的时候 他们想到一个新的方法 并这个社区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 有什么新的方法 上通天阁打卡 这里的风光更加好 因为这里是完全没有玻璃的阻挡 你可以吹到风 看到整个大阪平原的风景 这里已经是 应该是最高的一层了 然后明年2025年 大阪会举办一个再一次的博览会 是在孟州 孟州离这边是比较远的地方 因为我之前去过日本 另外一个博览会 是在艾滋县 这一次如果明年2025年 再举办博览会的话 我希望再回来大阪 但我们除了在这边 看完展望台之外 其实这个通天阁 还有第三个体验的方法 我现在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我喜欢你 你一起 我喜欢你 你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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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啊 才几秒钟已经滑到了 这根本还没开 还没醒过来 已经到地下了 因为这是新的设施的关系 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把这个很老旧的 大概有半个世纪的通天阁 把它复活了 我们现在就出发了 现在就是在水都的大阪 这个水都和威利斯不一样 这个水都也有很多人造的运河 这条河是叫做唐岛川 在我的右手边 这个就是中之岛 我们现在这个游船 叫做中之岛游船 你看看就好像陆地一样的 其实它是一个小岛 它只有三公里长 在我的左手边 这边才是陆地 但两边都是高楼大厦 其实每个有河的城市 都是很幸运的 最贵的物业往往都在河边 到现在为止 很多大企业 大阪的市役所 也是在中之岛上面 每次来大阪都有新的发现 大阪白天也好 晚上也好 有不同的风情 就是我们介绍了 从通天阁可以溜滑地下来 然后晚上大家可以来 我们这中之岛 来坐坐这河船 感受不一样的大阪 日本的清晨是特别的舒服 因为这边的空气很清新 又冷冽带一点干燥的氛围 这里就是资鹤县 地理物质有点像 我们的南投县 它是一个内陆县 南投的埔里 有台湾的中心碑 但这边也是整个 本周的正中间 所以这里是没有海的 虽然它没有大海 但是它有一个大自然的景观 这就是资鹤县最大的资产 也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 琵琶湖 琵琶湖真的很适合 大家就远离京都 或者大阪 这种大城市的烦销 在这边放放空 为了老师一下 如果你觉得时间不足够 不想在皮包后 住一晚上的话 也有方法 就是来这边坐游船 而且这个游船很有特色 它是一艘绑组的船 而且跟美国很有关系 很有特色的一个游船 各位 欢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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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两位很可爱的工作人员 穿坐了大概是20年代 把美国的密歇根州的服饰来介绍 因为这个船就叫密歇根 就是美国的密歇根州的河船的意思 然后呢 怎么要上船了 坐在这里喝一杯卡路比斯 看着窗外的这个无光散色 特别是这个房间 大家感觉到是不是很怀旧 因为它用了木的结构 这边有昏暗的灯光 还有丝绒 有沙发 因为这边需要预约的部分 感觉好像是到了一百多年前的 美国的密歇根州的河船 除了这个餐厅需要预约可以吃午餐之外呢 在夏天的时候 它这边也可以登岛 这个湖泊很大 这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 它上面有四个的岛 但其中的一个岛是可以登岛 它是在夏天五月到十月的时间 是可以登岛的 而且这个船是为了保护环境的关系 它用了后置的螺旋桨去推动这个船 是防虎的一个设计 是为了保护环境 是为了爱护环境 而且这里的氛围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氛围 为什么这个船叫密歇根 来到这里我才懂 因为密歇根湖是美国境内 最大的淡水的湖泊 一般湖也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 所以滋賀县跟美国的密歇根州 已经结成了友好的城市 除了跟密歇根的关系之外 其实跟我们台湾也是很有渊源的 因为现在的我们这个游船 跟台湾日月坛的游船 也结成了友好的伙伴关系 因为日月坛也是台湾最大的天然的湖泊 都结成了友好的关系 很适合怀旧的氛围 坐在这个木质的山上是特别的开心 好像是到了100多年前 美国的陶金时代 我们的天下 中文字幕——YK 做完这个游船 从码头走过来 大概五分钟 就可以发现这个餐厅 这里就是滋鹤县最出名 吃晋江牛的餐厅 晋江牛是什么呢 就是日本有三大和牛 日本总共有200多个品牌的和牛 但三大和牛是最重要的 神户牛 松板牛以及这个晋江牛 晋江牛其实我吃完就发现 其实跟我之前吃的神户牛和松板牛 完全不一样 我现在点的这个叫米兹鸡 这个部位大概是在牛的 大腿的上方的部位 它是半肥瘦的 因为有运动的关系 它跟大腿很接近的关系 所以半肥瘦的 很软 很Q 而且是油分刚刚失踪 其实我也不介意吃很多油分的 在冬天的时候 吃很香酱的那种A5的牛肉 但像这一种的话呢 其实很适合就是一个平衡 你得到一个健康一点的平衡 但是你同时也可以吃到 肥瘦那种很软 很滑在 融化在你口中的感觉 这边吃我们现在这个套餐 只是2000多日币啊 你知道可以吃到这边最好的 净姜牛 还配了一个沙拉 一个饭和一个汤 但是在如果吃神户 或者是松阪的话呢 是根本没有办法吃到这个下午的 这很适合小姿一组 来这边旅行的时候 坐坐我们的船 游完湖之后呢 来这边吃一个净姜牛 享受一个很relax的下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开了关西最重要的门户关西机场 向北大概60公里就到达了大阪府 如果你不想一来就是很烦销 很拥挤的花花世界的话呢 向南开大概120公里 就来到了这个临近的沙滩 这里就是摆冰沙滩 夏天很适合依人 很多朋友来这边很热闹 来这边游水 玩水上的活动 感觉有点像什么 像去了夏威夷的感觉一样 日本很少这种摆沙的细沙滩 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呢 很适合像我这种挨人过来玩 为什么呢 因为天气很冷啊在这边 你走在沙滩上面呢 可以思考一下人生 看看海 放放空 也是很疗愈的方式 我们来到三段地了 哇 这里有很壮阔的海景 但是来这里不是欣赏海景的 我们要去一个很神秘的景点 去这景点呢 我们要搭一个电梯 下降了36公尺 大概是12层楼的高度 终于到了这个水平面的时候 发现这边浑然天成的 一个天然的洞穴在这里 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啊 这边是渔民啊 是躲避海盗的船只 躲藏着洞穴 后来到了平安时代 成为熊野水军的水寨 这完全是个天然的地风的粮感 船只藏在这里面的话呢 是外面完全看不到的 到现在还保存了这个洞穴在这边 真的是很壮观很有趣的地方 这里就是当年熊野水军藏历的地方啊 当年的水军呢 藏在这个洞里面呢 外面是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的 看在这里啊 惊涛拍案啊 我觉得藏历在这里的水军 还是蛮艰苦的 因为呢 风浪很大 虽然他们藏在这里 外面的敌军不知道他们 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风险 我是害怕 水涨的时候 潮溪的时候啊 也是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当年的水军 虽然藏在这个洞洞里面 我觉得他也是 惊惊胆跳的 在这边可以欣赏到这个天然的洞穴以外呢 在这边可以欣赏到这个天然的洞穴以外呢 这边是有洞天哦 这边有一个大便裁天 而且是日本最大的青铜制的大便裁天 谁是便裁天呢 他是负责水上安全的一个神明 因为这边是渔民以前来的 停破船只的地方嘛 就相当于跟我们的妈祖一样 有渔民拜拜的神明 而且他还有16个童子跟他在一起 我们现在也拜拜 希望我们拍摄顺利 合格山三面环海 这里很丰富的海洋资源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很奇特的地理现象 就是黑潮丛这边经过的关系 带来了很多的海洋生物 所以我们这边有这个串本海中公园的成立 这边有一个很神秘的 和很想看的一个动物 在这边等着我们 现在我们就最近看一看 欢迎来到我们的潜水艇 开玩笑了 这个不是一个潜艇 这是海中的展望塔 这个深入海底大概是6米左右 这边可以近距离地看到 世界上最北的珊瑚群 除了珊瑚群以外呢 还可以看到很多的鱼 也在窗外可以近距离地观赏到 这里看到的情形是会想起什么 想起我在绿岛潜水的情况 其实看到的风景是差不多的 但是潜水你现在冬天是很困难的 而且很冷了 这边是比我们的绿岛北很多的地方 但是你经过这个海中展望塔 就可以很干爽 很容易地就来到海底 看到的风景 其实跟你潜水的风景是一样的 所以很适合小朋友 一家大小一起来这边 看一看我们海底的风光 哇好大只的海龟啊 来到这边呢 串本一定要欣赏我们的红蓝绿铝 什么是红蓝呢 什么是绿铝呢 是因为这边的海龟分两类 有红海龟和绿海龟 它的颜色有一点点不同 头部和尾部也可以分辨到 红和绿的分别 我现在先来找一找 红海龟和绿海龟 因为这两种海龟 其实在台湾呢 我们没有办法邻居里的接触到 我在绿岛曾经潜过水 但绿岛我们的海龟是野生的海龟 我们不可以打扰他们的野生的生活 串本这边不一样 在2020年已经成功繁殖出 第三代的海龟 所以在这边呢 是爷爷爸爸儿子三代同堂 海龟都在这里很和平的生活 我们可以很尽力的接触他们 之前我们看很多 关于海龟的新闻都是很伤心 是平民绝种的新闻 但是这边看到有很好很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串本公园 是第一个世界上第一家的公园 它是用人工繁育的方法 它用了九年时间 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只的红海龟 这是很伟大的一个成就 你看有个大小大概可以到一公尺 或者是超过一公尺 哇 超级大 都是这成年的海龟 其实呢 他们的年纪大概是20到50岁 还是很壮年的时候 但是你看到它动作真的很慢 因为乌龟为什么那么长寿呢 龟和元年嘛 是因为他们的心跳很慢 动作很缓慢 很适合很懂得慢活 他们真的是慢活的典范 就很爽 梟和元年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からお茶をたてますので ご覧いただきながら 楽しんでくださいませ この果汁の名字は和 日本の和平和 を切り開いて を取り出してください そうですか はい どうぞ いただきます はい いかがですか おいしいですか よかったです はい 其實茶道は 三種不同的表演 吴哲小路千佳 還有李千佳 表千佳 屬於三個千佳 吴哲小路は 比較簡単的流派 相比表千佳 和李千佳 儀式感が低い 少し もっと複雜 吴哲小路 吴哲小路 もちろん 非常簡単的一種方式 他強調是自然的流派 就是比較簡單 比較自然的 可以在家中 可以自己查到的一種方式 はい そして 日本では お正月1年の初めのお祝いの1月 お正月と言います お正月だけは お茶席では 少し飾りが変わります 一つはこちらに 炭 燃料は炭で 熱で湯を沸かしますので 澄むという意味をなぞらえて 穏やかに平和に住んでいける というような願いとか それと 黒いですね ブラック黒いのは 邪を払う 間を避ける ね ね パソー さあ そこには 要帶來好歷 終於來到了千尼秀的世界 作為喜愛查到的人說 我聽說這個代案 聽說了幾十年 現在這個博物館 把代案完全的復原了 我這根本見證 真的是超級的感動 因為千尼秀在這邊說了一句 很有名的話 你就是我其他地方 美 我說了算 它的美學從哪裡開始 就從這個小小的空間開始 你看到這牆壁 這牆壁就是日本美學的體驗 日本的美學就是 就是Wabi Sabi 它是那種Sabi系的Beauty 這是千尼秀發明的 它是那種不完美的東西 所以很難很抽象的一個意象 就是這後來傳了 大概五百多年吧 就傳到安藤中修 安藤中修現在就是清水模 它用清水模去寫詩 所以大家下一次來大阪 或者來觀西機場以外 可以歡迎來我們的借室 來參觀這一個博物館 瞭解一下日本美學的起源 五百多年前 在這邊誕生了一個 偉大的察勝千年修 就是要可以做的 那種不完美的 天然修 那種不完美的 計算 四百多年 某年 納還 從 四百多年 三百多年 这就是我们来到 炉源温泉最重要的 第一个步骤 就是先买它这个股票 这股票是1200日币 它分几个部分 最上面这个 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选择 在这边吃一个饭 或者在这边体验 入狱也可以 一个免费的午餐 这是第一年 它一共有六年了 第二个就是有一个 可以得到一个免费的甜点 第三个就是可以体验到 温泉蛋 自己泡一个温泉蛋 那下面还有泡汤的隔饮券 然后还有一个 藤野先生的纪念馆 这藤野先生是谁呢 如果喜欢看文学的话 应该知道鲁迅先生 是鲁迅先生的老师的 一个纪念馆的免费的入场券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买东西5% off的一个coupo 一共有六年 用1200日币就可以买到 那我先去换 最重要的温泉蛋 拿了鸡蛋之后 来到这边要准备泡蛋了 打开这边 全部都是温泉 看到烟没有 这边都是一个温泉的出口 我现在写的这个是 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个福井县 是我们整个日本 是最幸福的一个县 而且很快它的幸福指数 还会继续地上升 因为到今年的3月16号 正式会开通北路新干线 从东京或者大阪可以做新干线 一直来到我们的北路这边 泡温泉 这边大概泡50分钟 就可以吃到自己泡的温泉蛋了 这50分钟时间 也可以选择在上面去泡一个汤 或在附近逛一逛 了解一下这个城市是多么的幸福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甜品店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股票 可以换一个甜品 你好 这张股票是什么 这张股票 哦 金汁吧 请勿订 用这张股票来这家甜品店 可能可以换到这一个 尼萌金汁吧 就是用白色的地瓜 做的一个金石的甜点 先看一看这个味道怎样 因为刚才逛一逛的 肚子也开始饿了 那时候可以吃吗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芋是哪里的芋是吗 泡芋的芋 哦 大家可以看看 是用本地的就是泡芋 就是芋圆这边的芋 就是地瓜做的一个甜点 嗯 美味 挺好吃的 它也可以吃到地瓜的香味在里面 而且它有一点点的黄色的 这里面 它应该是去蒟蒻去做的一个甜点 如果配上一杯热茶或者抹茶 会更加的完满 这边的甜点基本都是这个老板娘 自己在这边自己制作的甜点 我配上了一杯热 jersey 所以今天看到了 精湮会就才能破味道 到一里的豆腐 就是能够再帮你 就像赞的肉丝 这个大部分 就像赞的一样 在小伙伴的 帮助理看 像熟红 其伯哎 不是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義兄 邀請你 Jones 這個位置可以做月園嗎 Letter style 看到月園會的節目 報價就來�下面 問此我很想選擇 謝謝 介紹一下 這家我福店 也有200年歷史的 將近300年歷史的一家我福店 為什麼呢 御福呢 它所有的衣服都叫 御福 有寫出來的漢字叫rettgop często的漢字叫 ti缀 什麼我呢 是東吳的吳 是中國三國時代開始 已經有東西傳過來這邊 當時有兩個直擊大神 是從東吳的孫悅那邊 傳到來日本 他把紡織的技術傳過來 所以日本人通稱 從中國過來的衣服 不是唐朝 是更早的 東吳的時候是叫 五湖店 這家五湖店有將近三百年歷史 它這邊出租一些不同的服裝 給大家可以試穿 比如像這一排 它叫做Yukata Yukata就是夏天的時候穿的 寓宜比較熱的時候穿的 那這邊比較特別的 就是這一種 Hakama Hakama就是說 中文寫出來就是說 Kua的意思 它是武家的一種服裝 就是以前的武士穿的 方便他行動的時候的一種服裝 一種正裝 那這邊還有一些是 這個叫做Kimoro 就是上身穿的 冬天比較冷的時候 可以穿的衣服 那現在讓我選一選 我要穿什麼Hakama 還有這個Kimoro 無福的袋子也很重要 尤其是 時尚無福的女生 你就飛出去對不對 OK OK 好 終於找到第一張牌了 這就是花牌 花牌是發源依附近的 一個很有趣的遊戲 因為萬葉集是很古老的詩詞 相當於我們的唐詩三百首 日本人從小 他們自己會讀萬葉集 然後對家會放音樂出來 以後有一個唱出來的音樂 它裡面有一些關鍵詞 你會在裡面找 比如說這個是 比如說找到這個詞的時候 你要最快時間把它飛出去 你消失了一張牌就贏了一次 就同時你可以熟悉 古代的日本的詩詞文化 但是反應 聽力 手力都要很快 就跟打麻將有點相像吧 記憶力要超強 就可以贏這個遊戲 也可以把它的牌選到 其實朋友 即使是不太熟悉日本的和詩 或者是不太熟悉這個遊戲的規則 也沒關係 這本也是是參與玩一玩氣氛 可以換上這個胯 換上我們的衣服 來玩一玩這個氣氛的遊戲 這就是花牌 大家來浮井的時候可以體驗一下 逛到中午 肚子也開始餓了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Coupon 要麼你可以泡溫泉 或者像我這樣選擇在這邊吃午餐 鹿岩溫泉最出名的就是這個豬排午餐 而且它的豬排你看到很豪華 不是一片 一共有三片的豬排 而且您的五吃特醬在上面 酸酸甜甜的感覺 應該是滿好吃的 而且老闆很佛心的 因為我是拍攝的關係 他送了一個Omurice給我 他說Omurice也是這家店的 人氣的浪氣 那我就不刻意去囉 いただきます 好吃 而且大家可以留意到 這個豬排的厚度是切得很薄 然後它有一個炸粉在前面 然後再淋上這個五吃特醬 特別的開胃 香香甜甜的 口感特別的好 其實這些都是算是日本的 洋食 他們的洋食不是指真正的西洋的料理 是指在明治維新之後 就是大概150多年前吧 日本人把西洋的洋食 比如說炸豬排 用自己的方法表現出來的 比如說包括這個Omurice 其實你在西方是吃不到這個東西的 歐美的國家吃早餐的話 我們那個Omurice裡面就是包著 比如說有番茄或者蘑菇 不同的蔬菜在裡面 但是它裡面包的是番茄炒飯 這也是日本人發明的 這就是日式的洋食 在這個蘑菇溫泉 逛了一天也累了 來這邊泡泡足湯 它的足湯很有趣 它做成一個船型的形狀 而且它這邊很有誠意 這個足湯是免費的 它是一個有鈣的足湯 就是下雨或者下雪的時候 你可以在這邊休息一下 免費泡一個足湯 而且這個阿娃娜 這個蘑菇溫這個很有特色 它除了自己的溫泉以外 它和中國的紹興市也是友好城市 我剛才看到 因為這邊在火車站旁邊 就我們這個免費的足湯 還有一個是什麼 是一個藤野先生的舊屋 一個老屋 很有歷史的 因為它就是我們大名鼎鼎的 武士運動的文學家 魯迅先生的老師 我在讀小學的時候 已經讀了 藤野先生這一篇著名的文章 然後他就寫 他在仙台遇到藤野老師 藤野老師教了他 很多醫學上的東西 藤野老師的家鄉 就在我們蘆元寺 所以後來蘆元寺 和魯迅先生的家鄉 造興市成為友好的城市 來這邊泡泡溫泉 逛一逛紀念館 然後吃一個豬排飯 而且這個豬排飯 還是free lunch 用我們的coupon可以換的 然後就可以晚上 就可以再回去大阪那邊 現在我們坐車 大概是三個小時吧 但是將來有新幹線之後 會快很多 因為在今年的3月16號 正式的北路新幹線 就會開通了 我也很期待那一天 就是下一次我們從東京 或從大阪來我們的蘆元寺 會更加地快捷 更加地方便 然後呢 吃自己剛好做好的溫泉蛋 幸福的溫泉蛋 可以看到水汪汪的溫泉蛋 新鮮出爐的幸福温泉蛋 好滑 好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都是日本所有的高中的棒球手 想表演的舞台 曾经也是台湾的棒球手 想来参加的一个舞台 这里就是贾子园 因为它在休假的年份是在1924年 当年是贾子园的关系 所以叫做贾子园 每一年的暑假这里是万人空降 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 拼命的叫嚣支持自己的高中的球队 大家在打鼓 自取自取的球队 其实是很热血的一件事情 哇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整个墙 都是由棒球组成的 这里就是代表了参加贾子园比赛的 4253家学校 真的很壮观 代表历史的一个墙壁 全部都是棒球 4000多个棒球在这边 从北到南 最北当然是北海道 然后一直往南 往南就会到了 代表台湾出赛得到最好成绩的队伍 嘉义隆林 就是堪隆的母校 来到这边台湾游客一定会来这个展柜 因为这个展柜就是代表了 Carnon这个电影的一个展柜 它这里面有嘉义士送过来的 用这个Hiroki做的一支棒球棍 还有吴明杰的铜像 还有签名的球 以及Carnon副院版的球衣 连我们的导演也带来了他的纪念品 因为这个纪念品 对导演来说是蛮重要的 因为他是 魏德森导演亲笔签名给他的 大家就明白为什么日本 对他们的验证很巨大 包括现在这个野球 包括这棒球的热潮 也是从那个时候 延续到现在一百多年的历史 这里有嘉义一百年的回顾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两次是停止了比赛 是因为新冠的关系 九十二回 还有一百 零二回是停止了比赛的 然后我们再往前面走 就是历史的倒数 可以看到1941年 战局比较危险的时候 是停止了比赛 对 十一年跟十二的 一直到十五年 世界大战的时候停止比赛 还有一个看点 第十七回 第十七回优胜虽然是中心上 但是大家看 决赛的时候是嘉义隆林 真的是我们嘉义县隆林的大学 当时是打入了决赛的时候 他是得到了亚军的 是所有比赛里面 台湾队伍搭到最高的一次的成绩 甲子园除了是高中职业比赛的场地以外呢 其实这边也是一个职业球队的主场 这个棋子就是韩兴泰克赛1985年 赢得了全日本的比赛的冠军的很大的一面景棋 相隔了38年 有一个故事是蛮有趣的 在去年的时候呢 韩兴泰克又打入了决赛的时候 整个大阪地区晚上的时候 用水量突然下降了 为什么呢 大家都不去洗澡 大家都不去洗脸 大家都在看比赛 因为在去年的2023年 韩兴泰克再次打入了日本全国比赛的冠军赛 真的很有意愿 逛完了这个板神湖的Museum 最后一战呢 就会看到这一片很新的棋子 这就是2023年板神湖 睽違38年再次得到了日本职业棒球 全国赛的冠军的棋子 就挂在这里 那这边逛的话呢 你会发现呢 除了可以看到甲子园呢 这一百年的历史呢 还有板神湖 它的光辉的战绩比比 全部可以在这边看到 也可以了解到 为什么棒球在日本这么受欢迎 更加可以了解到 台湾的棒球到现在为止 还是那么的兴盛 是有历史原因的 因为它们的根 就在甲子园这里 在这里 它的能力是最后一天 如果要做到这个孔子园的 也是最后一天 就会看到它 是最后一天 这个是最后一天 这一天 这就是不少的 是最后一天 不应该让它们 更加均力量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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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到日本的这个沙丘呢 这里是最低温的沙漠 现在这里只有五度 好冷喔 但是这里是日本最大的观光沙丘 大家看一看 一望无际的沙丘 我们现在来到一看 凉起沙丘是哪里来的呢 其实它是由中国地方的花光盐 崩化之后被冲到了千代川 千代川的水冲回大海 然后被海风以及潮汐 带上陆地 形成了这个日本最大最大的沙丘 而且它这个叫做马背沙丘 這個沙丘的落差 有90公尺這麼高 仔細看一看 還有一片綠洲 有一潭水汪汪的水在中間 這風景真的是很迷幻 不太像是在日本 我們現在爬上來這個沙丘的 馬背的馬鞍上院 現在騎在馬鞍上面 遙望的是一望無際的太平洋的海景 這真的是很奇蹟 它可以把沙丘放在海邊 這感覺完全不一樣 夏天來這裡的時候 這裡很多沙丘上面的活動 可以給大家玩 那你自己可以選擇 是想要夏天來還是冬天來 我自己活在當下 我最享受現在的這個風景 來 北海邊 北海邊 我們這麼來 走 那你怎麼能聽得到 剛剛從這個黃沙滾滾的沙丘 來了這麼漂亮的一個空間 特別的溫暖 这空间大家看到很特别 好像一个小鸟飞出去的感觉 前面是一个落地窗 可以看到整个的鸟曲沙丘 因为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整个鸟曲沙丘是门口落雀 当时沙丘会馆是60周年的时候 他们想这个方法 怎么可以吸引游客来到鸟曲沙丘呢 就邀请了日本建筑大师 威延屋 威延屋大师用的是什么呢 他用的是CLT Course Laminate Timber 他一共用了七层的CLT 建筑的这个通向天国的阶梯 出来给我们看 平时三层的已经是很坚固了 七层是可以防震的级别 它的意象是什么呢 就是那句Totori Totori就是鸟曲 鸟曲的鸟 Tori在日语里面两个意思 鸟也是Tori 然后鸡也是Tori 所以它这个意象是 用着这个线的意象 我们现在叫Totori的意象 好像是飞翔的小鸟 在这个沙丘上飞翔一样 这边可以看到整个沙丘之余 而且我们这边的饮料跟甜点 也是跟Totori的特产是有关的 鸟曲最出名是什么 二十四季梨 这是我从小就知道的 鸟曲的名产 为什么我要点这个二十四季梨 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个水晶梨 是牵动了台湾的心 鸟曲现在跟台中县 其实它们是友好城市 姐妹城市的关系 因为鸟曲把它们的二十四季梨 是嫁接到了台中 现在台中也有这个水晶梨的出产 我自己是住在台中的 所以是有一点点的私心 我特别喜欢吃水晶梨 这次的拍摄一共十天十天 我们去了日本的梁府八县十几个城市 所以形成是相当的紧凑 其实我们是用大阪作为基地 然后我们是京都巡宋 赖良巡堂 也去了大阪的届室 找寻千利修的足迹 向南我们去了和歌山 去看海放空 还去了山崇 去那边找寻忍者 向北我们去了滋鹤县 找到琵琶湖 也就是京都繁华的其中一个原因 然后我们还向西 进入了宾户县的甲子园 继续向西 已经离开了本州 进入了四国的范围 跟着空海大师去走 八十八边路 其中头两站的资料 最后一站是来到了辽曲 这边其实已经穿越了 整个本州的大陆 我们有两次的机会 我们开车是穿越了整个本州 第一次是从大阪 我们开车大概三个小时 到谷景县的阿瓦拉温泉 在那边做了一个 很疗愈的一天的行程 第二次就是神户 开车来到日本海这边 是为了看这个辽曲的沙丘 为什么这次会有这次的拍摄呢 是因为我们是想宣传了 到了2025年的时候 大阪就有万国博览会了 这个也是日本全国人 大家期待的一个东西 万国博览会里面 其实也有威元巫大师的建筑 它是其中一个 设计主场馆的设计师之一 所以我是蛮期待 在2025年再见到大家 可以再来我们关西这边观光 再体验一下关西的热情